一輛消防水車就將橫躺在狹長的山路上 只差不到一公尺 整個車身就會滑落到一旁十公尺深的大山坡 如此驚險的景象 也讓在場人員看得不驚捏了一把冷汗 1號中午12點左右 位在大甲鐵真山上 發生一起公墓雜草火警 消防局出動三個分隊 六輛水車前往灌救 但沒想到在下午兩點左右 其中一輛水車在行經三坡小路時 疑似因為路面顛簸 加上風勢強勁 才會造成這起消防車翻覆事故 每年的2月開始到清明節前夕 鐵真山公墓總是會出現雜草火警 當地人早已見怪不怪 但沒想到這次為了趕著救火 消防水車不慎翻覆 差點滑落山坡 幸好當時一名無姓駕駛和張姓一消 即時從車上脫困 分別只有背部 下巴和手臂有輕微擦傷 檢查後並無大礙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記者陳柏翰 台中採訪報導